工作簿啟動 那就是寫在這邊 主要是一般要把它改成Wordbook 這個工作簿被打開了 所以它會有這種 哪一個 有點像物件 被怎麼樣 發生什麼狀態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按鈕部分該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 我先秀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執行 輸入之後的話 乘機 Enter 其實這邊都可以按Enter 它會自動幫我把Enter變成Tab 換下一個 然後最後按一個Tab 按一個Enter 特別是它是換下一個 我這個時候按Enter它就會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幫我把資料填上去 就按一個Enter 有了OK 那這邊的話 這剛剛多按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它自動怎麼樣 幫我資料填上 不過因為我剛剛已經先把程式先貼上去 我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雲端上放的這個 這一段程式 其實就是 我們待會要講的 答案 那程式其實 主要程式不多 大家可以分成四個動作 一是新增資料 新增完之後 這個二的話是自動帶出的 自動帶出指的就是說 我這邊這四個是填的 這三個是自動帶出來的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舊的東西清空 舊的東西清空 意思說把這上面填的資料清空 那游標再放回到第一個 OK 大概邏輯是這樣 所以會有四個步驟 四個步驟 那首先的話我們第一個 就是如果我要做剛剛這件事情的話 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OK 那因為呢 我們待會是怎麼樣 因為我是最後按下它 所以特別是表單的設計裡面有一個重要概念 就是說呢 是哪一個事件驅動 就是說是我點的這個按鈕 所以這個按鈕呢 當它被什麼 被點一下 點一下滑鼠叫click 被click的時候呢 那它就執行我要執行的程式 什麼程式呢 就是把這四個填到我們現在的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的加一嘛 OK有沒有對不對 因為我們最向下追蹤 我的向下追蹤我們前面講過 OK有寫過嘛 所以呢這個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我要把它寫在這邊 1234 並且自動帶出後面的 然後清空游標放上去 那程式該如何寫 我們來看一 程式寫在哪裡呢 特別說要寫在這個button 這個命令提示的按鈕把它點兩下 它會跳出什麼 應該這裡面原來是空的 OK就寫在這裡 那不過你會發現 它上面會出現什麼一個sub 所以sub是一個程序 當那個command button1 就是你剛剛增加的那個按鈕 它預設名稱就這一個被什麼呢 底線是click 被點一下的時候 那就執行底下的程式 OK 那程式該寫哪些部分呢 那我就先把我這註解先保留 因為這樣看比較清楚 反正呢 我們就要是要完成什麼 底下的這個四件事情 逐一來看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只要把這四件事情做完 那我就完成這個程式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程式寫哪裡 特別說記得是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點兩 先把它點兩下 理論上當然是 它應該點兩下應該是double click 不過它這邊預設是click 所以如果你以後有什麼 這邊旁邊有很多 如果你是要改成double click的時候 才會作用 你可以寫在double click的時候 或者它怎麼樣呢 其他的作用 按按鈕等等 不過這邊預設是click 當它被點擊的時候 那我就做 所以第一個知道程式寫哪裡 第二個的話要做什麼 那做什麼的話 如果你程式還不會寫 我是建議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把你要做的事情的中文打在上面 用1234表示 然後怎麼樣 你就是前面記得要加一個單引號 單引號表示它是註解 註解意思是說誰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會沒有關係吧 你就先把註解打了 打了之後再逐一逐一來想 到底該怎麼做 如果你這四件事情 都可以把它逐一做完的話 那你的程式就寫完了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我們逐一來看一下 反正按部就班 第一個 當我填上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它可能key了四個東西上去 1234按新增 那我又第一個 需要知道什麼 它填的資料我怎麼把它抓過來 特別注意 它的資料 名稱在這裡 它這個叫testboxe 裡面的資料 就是放在哪裡 也點ttest裡面 它會放在那個屬性裡面 所以這個是1 如果我沒改動的話 不過你們如果有改動過的話 可能順序就不是這樣 我是1234 對不對 理論上是應該這樣 不過我之前有同學 他把他36重加 就不是1234 可能是1245 或1267等等的 那你用名稱要改 所以這個名稱不是憑空來的 都是有對應關係的 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那我第一個我知道說 我這個是test1裡面的test234 那我要把它怎麼樣 放到哪裡呢 放到最下面一列的加一列 所以最下面一列我怎麼敘述 理論上我前面有講過 我們可以把有點像追蹤 游標假設我放在這邊 我這個藍文名稱有加一個姓名 Range的A1 Ctrl向下 它會停在8 那我如果知道這個8 我加1就好 然後呢 因為我要把它保留起來 所以我可以這樣寫 寫一個R R這個變數自己取的 不願意叫R R等於什麼 那個Range 我向下追蹤 這個向下追蹤 因為前面有講過好幾次了 所以細節如果還不是很清楚 自己再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END END END就是它的哪一個 這個範圍的哪一個邊界 前刮弧之後會有個上下左右 那我要向下 後刮弧一下 意思是說 我Ctrl向下之後呢 我要得到的那個列在哪一列 所以這個點 如果它會幫你把8這個數字帶回來 可是我不是要8我要9 所以加1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每一次它會追蹤 所以得到的應該都最新的 而不是說一直都固定的數字 對不對 然後Enter一下 好那我知道最下面一列是 第8列的嘛 第9 8 然後再加9 所以我理論上應該填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儲存格叫什麼呢 叫做Sales 有沒有 哪一列 就是第R列 哪一欄 第A欄 OK 然後填什麼東西呢 等號 所以 後面東西就是丟到前面去就對了 就是複製過去 那 第一個儲存格 文字方塊就是TES 你打小姐沒關係 TESBOX 1 裡面的資料就點TES 所以你會發現我點一下 點會出現 表示有這個東西 如果你點一下就發現怎麼沒有 那表示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有TESBOX 裡面的文字 幫我把它怎麼樣 丟到哪裡呢 丟到我指定的這個儲存格 那當然依此類推 所以 聰明的 就是C 然後C 一次 兩次 三次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分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B 這邊改成C 這邊改成D 有沒有 然後後面應該會改吧 這應該 其實沒有複雜吧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 蘿蔔會坑的概念 丟到那邊去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能比較 不熟的就是說 如何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一份到前面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這也是有裡面很多地方 都是這種概念 那不過因為Sales只能帶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帶一個範圍 那用Range 帶一個資料就是用Sales 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所以以後蠻多地方都同樣的概念 你要複製也是這樣子 那你要刪除也是這樣子 OK 那你要新增也是大概差不多 其實就改一個方式而已 OK 好 這樣的話我們資料就可以把它丟過去了 但問題來了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自動產生的這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放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是要放什麼 Average 所以一樣的概念 如果說我今天我乾脆丟公式 最簡單 那我要怎麼丟公式 很簡單 把這個公式放在哪裡 放在Sales1裡面 只是要改這個8 8要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R就好了 OK應該懂了意思 所以我們後面的話就是 把這個拿來改 然後改什麼 這邊改成1 1欄 然後也乾脆就先把雙一號打完 反正後面都丟公式 所以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這個F 這個G 所以後面 F 這個是G 對不對 然後公式怎麼丟過來呢 1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2 切到這邊來貼上 然後把這個8怎麼樣 改成 之前是改I 現在改R就好 雙子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R OK 然後記得 空白 這個我們做過很多次了 都記得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如果要一樣的話 那乾脆把這邊做過一遍的 這樣複製 直接把這個8給蓋過去就好 這樣就OK了 平均就OK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C 取消 然後這邊一樣貼過來對不對 然後不是有個8嗎 所以一樣把那個8怎麼樣 雙引號到雙引號這邊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呢 貼過來公式裡面如果有什麼 雙引號要變兩個 所以這邊 不多我就自己把它加一下 或者我前面講過這種取代的 這邊的話因為比較少 然後這邊的話 把它C 然後這邊8一樣把它貼上去就OK了 因為只有一個 等一下這邊的話 這一個 C 取消 取消 因為它太多個了 乾脆還是要用剛剛之前講過那一招 有沒有就是用什麼那個 記事本 所以你一樣把那個記事本給叫出來 然後把它貼上去之後 取代再貼過來 所以這邊貼過來有沒有 C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然後全部取代 OK 然後把它 再把它複製 貼到我們這個地方的後面 所以其實都有標準畫的動作 所以你慢慢在手的時候應該OK 那因為一個兩個三個八 所以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這一串 應該看得懂的意思 OK 複製 貼 貼 一個 記得不要貼出來 這個要很小心 三個貼三次 好 那我們這邊就OK了 如果移開沒有紅色字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是OK 其實我做的動作都不是很複雜 但是很容易做錯的 你只要那些細節都會掌握住 最後把資料清空 清空實際上就是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變成沒有 所以其實就這樣 這裡面的東西怎麼樣 變成沒有 那總共會有四個碼 所以你就這樣一個 兩個 然後一樣就是 三個四個分別把它複製 然後改一下 這邊的話一樣就是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裡面的testbox裡面都清空 最後游標再放回第幾個 第一個 所以游標怎麼放上去 其實你可以testbox一點 游標放上去它有個方法 一般修改的話叫set 修改它的游標位置就是set focus 好這樣子的話程式就寫完了 OK 所以程式應該不多 而且有些地方的話 也都是延續我們之前講過的 向下追蹤 有沒有 OK這個我講了很多次了 另外的話就丟公式 只是說丟公式呢 先給一個雙引號 假設你這邊雙引號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的話 記得兩個準則就好 一個是有沒有雙引號 有就取代 第二個是有沒有利害 有的話 就把它取代成那個變數 這個跟之前我們做的方法一樣 再來就清除裡面的資料 然後游標放上 這樣OK了 所以呢 我們最後呢 再來就驗證 驗證的方法也很簡單 啟動它 然後呢 輸入 Enter 填 Enter 不過現在沒有房呆 所以你填一頁不對的資料 它還是會過 那Enter 按新增看看 有沒有 不過它一下就太快了 你會發現它資料是已經都幫我丟過來了 然後也都清空 游標又放回去了 那只是說呢 有一些地方還不夠完美 不過完美的地方呢 再去把它補強 然後呢就可以做到更好 OK 比如說像這邊 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有沒有 那你當然你可以補強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你就是 欸 待會再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那個 輸出的平均成績 沒有取到小卷 所以其實我們還可以有個方法 你乾脆就怎麼樣 直接這邊公式裡面 你外面可以再插一個什麼 再插入一個round 就是在數學 數學裡面有個r und 那個函數的話就是主要取到小數點的 第幾位有沒有 四捨五路嘛 r und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average貼上 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然後按確定 欸 這樣的話呢 如果向下填滿 有沒有 它會剛好 因為這個是剛好整數喔 所以你也可以拿著嘛 拿這個公式啊 貼過去就好了嘛 這樣我們就簡單一點 反正方法很多啦 請各位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我剛剛主要的那一段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 方法一啦 那底下我列一個方法二 方法二就不是丟公式喔 是丟那個做完的結果 可是方 發現方法二相對的比較複雜 方法一 我覺得還是比較簡單 為什麼一直強調跟各位講 如果以後你要學VBA的話 所以你先把那個 如何直接把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 這個方法 我看起來好像真的是最簡單 而且它的邏輯也不複雜 就是記得兩個喔 一個是有沒有雙引號 有的話把它取代成兩個 第二個是有沒有裂號 有裂號把它改成那個變數 之前是用I 那今天的話是用R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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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